紫玉之画轻且奇幻 紫玉可许人也 便简画是画点 竟不见紫玉之名 忽偶见紫玉之画却惊沙 男老画师顿觉眼前一亮 恍若重逢 少年时梦中才比缤纷不可名状赏心 何画久不见久不见已今所见紫玉之画 乃去下户上最后热食 无方自精华 己难归因热而重数图闻眼花 卷在甚甚暗头又及闻债华债 许多真是奄奄了无一点心绪也 后的一声脆响大呼五约 老头且看好画来 但见小女艺儿愁菊彩 打赋印一叠 急急送至五眼前一时 一红快绿扑面生香 则紫玉之画也 在沈之则天下之奇画也 紫玉者相降大文人李欧范先生 夫人也以前我常被赵志明报月刊 香港中文大学等处开会 我也识得他们嫌夫妇欧公豪大行若刻步 威夷中复有温厚发散紫玉礼扫 娇小而易之衬 这他类似旗袍是做长线条运动的 紫玉妆 尾时是一幅好看而雅致的画面古典 却又现代也足令我想起几十年前那些姐姐们的青春才易子玉嫂的 着装不独得款式之雅调其所选用意料尤其颜色也总在温润中焦躁出别一番美感来和他们二位相熟 而说话自然亲切随便许多 义而转来子玉之画 复印鉴 共八指亦乃天然文章 无款无师一无所作年月 然一度之下其为其所击顾 你不得不信天下 还是有无辜的好画在也我为子 玉之画好旗号 有三第一是色用的好子 玉用色纯而静明亮有生命之至 其人云目玉之而成色 也可以说 色是因人眼而生 而有余者全在作者之心眼也 子玉善用红与绿这样的大色浅用的雅结在活的生命涌动中尽显他之别调 兼用十几个思习之又相互融合 而推动有交响之妙 在他的底下皆成生 命活力互动互掉互补 成大象气派 第二与纯洁画之不同在于子玉成 画笔一句善用墨的关键在乎 用水水沉墨与色活使之 由宇宙之气而用笔为画之本体骨骼 使之张建峰美自欲 尽得之意 有一横幅画幅接一直线刚健的飞排枯笔排列 如该如猪在洞杆中显春天的律动而掠染之但线条上部的可磨点又组合出一派元气淋漓的生机令我想起倪伦林的春水尽数生命触动的气氛却明显较之天真放任 用了第三九座之画将往往行为极其赤活的画眼未死的城市 这在紫玉画中是看不到的他十二大笔如然十二放笔之干或干或润绝不定 鱼衣有一幅似墨山火云大气磅礴 墨墨的沉着豪迈红红的飞动又有力 量两相携行互补互动无大心胸者 不能为也再有一幅纯饮墨色纯矣 墨见作曲求之状 为沈子玉所写 为何物为何是赌之却足动人心破化为心化 作词曲奇兰